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什么不值钱的破玩意儿 下一个 这是您悬赏收购的药丹 怎么全是天灵境界的药丹啊 这让我怎么炼制无品丹药 有没有涅槃药丹 我们最高也只是阴阳境界 怎么可能去猎杀涅槃药组啊 你们想要涅槃药丹 自己上前线去杀涅啊 是啊 感觉前线的都是我们这些普通修炼者 五大家族一个都没去 我们可是五大家族花了大力气培养的天才 怎么能随便死 那我们就能随便死啊 你说的对 原本想着让五大家族的人去缓解前线压力 没想到一个都没去 一群胎生怕死之辈 前线如此危急 这帮花费巨额资金培养的天才 竟然归宿在后方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既然不肯出人 那就让五大家族把吃下的钱都给我吐出来 哎 哎 哎 你们快看 大考第二场变成提供资源了 其中提供资源最多的将获得扇形大将称号 和七大将的地位等头 提供资源 五大家族掌握着大量物资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哪里能和他们比啊 是啊 云大哥 这第二场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时日 我倒是也攒了一点点积蓄 怎么还没有人来捐物资啊 之前鼓动我们上战场 现在又想要搜刮我的资源 其他将疯了吧 是啊 资源我自己都不够用的 咱们可能给到前线去 谁也捐谁捐 不知道这些够不够 这是我攒下来的几粒治疗丹药 我也有一些钱财 暂时用不上 就先捐给军部吧 这里面是什么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没有杀值钱的东西 家里的果子 不知道你们收不收啊 没有 我们这些干粮也带去给前线士兵吧 不能让他们饿着了 这套战甲陪我打了十几年的仗 希望有人还能用得上 你们就别给军部添乱了 军队要是靠着你们这东西打仗 早就被药族灭干将了 是啊 还是得靠我们这些五大家族的天才 靠你们 你们连物资都不愿意资助 更别说上战场了 就算被逼着上了战场 我看也只会当逃兵 你竟敢侮辱我们五大家族 你竟敢侮辱我们五大家族 侮辱 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你竟敢侮辱我们 找死 好大的威胁 柳云 又是你 你竟然为了这群废物 和五大家族出手 你的 废物 快救我 他们为了支援前线 都拿出了最珍贵的东西 你们五大家族一个个归宿后方 连一点物资都不愿意给 究竟谁是废物 恭喜刘云兄 哎呀 没想到短短三天不见 刘云兄就突破到了涅槃一宠 可喜可贺 小心而已 西门星刚才所言确实不妥 我代他向刘云兄赔个不是 还请放他一把 既然殿下都开口了 那就算了 就算你比我强 终究还是不敢动我 你 你竟敢杀我 要不是看在殿下的面子上 可就不是断一条手臂那么简单了 刚才刘云兄说 五大家族不肯捐献物资 不知道你又能拿出多少袋 殿下捐多少 我就捐多少 刘云炼丹天赋倒是惊人 但毕竟只是一介平民 怎么可能和大楚皇室比拼财富 这次我定要让你下不来台 中品灵石一箱 价值一千万 天哪 普通人一年的收入也才十几万灵石 他竟然一口气就捐献出了一千万 你刚才说的那么好听 可别什么都拿不出来 刚好我也有 怎么可能 他竟然也有那么多灵石 殿下 你就只捐献这么一点点灵石 恐怕不符合大楚皇室的风采吧 这箱丹药 也不算太贵 两千万而已 大楚皇室好大的手笔啊 殿下怎么知道 我刚好也有一箱丹药 怎么可能 兵器一箱 价值三千万 啊 殿下 可真是太巧了 我刚好你也有 你 啊 殿下 这就没有了吗 我这里还有好多呢 啊 请 请 参见叶灵大仙者 刘云 没想到你为了支援前线 竟然捐献了如此多的物资 我也是人族一员 看来这扇形大将的称呼 非你莫属了 叶灵贤者说笑了 五大家族积攒了那么多的丹药和武器 一定捐得比我多吧 无人捐款 难道五大家族的资源 是五大家族的 不是人族的 自然是人族的 像 太像了 难怪夜里会认错 参见白兵大将 你刚才的意思是 五大家族中宝私囊 贪生怕死 不愿支援人族 我只是在阐述事实 你好大的 我只问一个问题 不知道七大家 想要的是五大家族 还是天下百姓 你想要做什么 帮军部多准备一些物资 没想到刘云竟然要运送十八亿的物资来学府 这要是都掌握在我楚行天手里 成就帝尊指示可待 做得很好 想要什么奖励啊 殿下 我想要 你还真敢要啊 你还真敢要啊 处理得干净一点 之后 同我去会会老朋友 是 殿下 殿下 他怎么不来 还能为什么 他怕脏了自己的手呗 我们现在抢夺这批物资 要是暴露的身份 恐怕会被军部严惩 军部算个屁 我们五大家族的人 什么时候会军部管了 不管你们怎么说 断臂之者 我西门兴 今天必报 刘云竟然愿意捐献十八亿的物资 此等大义之举 实属罕见哪 终于警戒 要是出来疲劳 我们的脑袋别想要了 终于来了 刘云兄 好久不见了 不知各位迷云士兵 所为何事啊 自然是为了帮刘云兄押送物资而来 有军部授权吗 我们几个应该不需要吧 你们是代表个人 还是五大家族 有区别吗 到时候向夜灵仙者检举的时候 免得误伤了五大家族的无辜人 哈哈 你觉得 你还有活着回去的机会吗 我记得之前和你说过 再有下一次 你应该就死了 恐慌 你不是说要磨练一下战绩吗 现在可是个好机会 怎么可能 一个地灵竞技 竟然能吞噬我的长剑 你是谁 我只是云大哥的一个随从 前锋石谷 天石三剑之 你死千军 两个大人欺负一个小孩 有些欠缺风度了吧 对待几具尸体 需要风度 你 我来吧 云大哥 你这样一直护着我 我怎么磨练战绩啊 说得也是 那接下来 就交给你了 嗯 他们只有天灵经 我能应付的 好大的口气 一起上 人羊是火 雁文心 好恐怖的吞噬之力 究竟是谁 说了我是云大哥的随从 你要是耳朵不好 就去治治我 为我尽身 你必死无疑了 你确实必死无疑 你 你竟然杀死了他 你 不然要我总被杀 快撤 快撤 我允许你们走了吗 你 你想干什么 陪他练 还没开始打呢 怎么就跑了 救我 五皇姓锦 给我死 五天十三剑之 火山烈石 我们是武大家族的人 你敢杀我们 我刘云替军部 诛杀抢劫物资的罪犯 武大家族应该不会有意义 刘云 刘云 刘云大哥 你留着这些令牌有什么用 当然是上门讨要一些陪着 这些天才 竟然就这么死了 全死了倒也不错 不然军部追究泄密之事 终究是些麻烦 不过 他们可是我的好朋友 我会找个机会 让他们死得有价值 那现在 还需要我出手吗 你现在被帝尊盯上了 不能再贸然出手了 倒是对这批资源感兴趣的人 还有不少 人族除了五大家族和大楚皇室 谁还有胆量去拦截战略物资 那人族之外呢 不 有人做密报 竟然有人愿意捐赠十八亿的物资 给到前线 刘云是吧 我百里霸天 到时候好好会会 你 刚才零晕了 可多亏了刘云 又醒了我们 多谢了 刘云兄弟 不必客气 不过接下来 可不能再出岔子了 明白 卢大哥 不用那么紧绷了吧 除了五大俊杰 谁还能抢劫这批物资 不要低估了人 对于金钱的欲望 救 救救我们 大人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大人 救救我们大人 救救我们 我们的村子 被闯进来的妖族颤领了 只能逃出来了 救救各位 醒醒好 给一下吃的吧 这是捐给前线的物资 我们只要一点吃的 是啊 都活下去就行 嗯 这里只有丹药和武器 没有吃的 去南明城找夜灵大将吧 他会安排你们 怎么可能 连沿途的村庄都不肯收留我们 更别说高高在上的夜灵大将 我 说得冠冕堂皇 我看 根本就不会挂我们死活 不救我们 那我们就自己抢 我不想饿死 不对 大家快去寻 你说这些人的出现 是不是太巧了 嗯 看他们的样子 好像就一直盯着这批物资 这位朋友 演了那么久的戏 该出场了吧 真是让我好疼了 怎么现在才来 被一些萧小耽误了片刻 不知道阁下有何贵干 自然是为了物资而来 我允许你们兜了吧 没必要对普通人 动用武皇级别的神魂之线吧 只要你交出物资 我自然不会为难他们 你一个涅槃境界 可斩不断这神魂之线 真的吗 不自量力 嗯 嗯 嗯 哼 木属星的剑气太弱了 没想到你还修炼土兮功法 可惜 还是不够啊 那这些够不够 什么 你竟然修炼了五行之力 万象极致 没想到 你一个涅槃境 竟然破开了五皇之线 就算你是五皇之线 但万物原有五行 自然会被我克制 啊 我们不是在前线吗 怎么在这里啊 带他们去南明城 找叶灵大将 那这批物资怎么办 我自会看守 不必如此 我本就没想要他们的命 毕竟要不是有他们遮掩 我也走不进仁族府地 妖族啊 既然你来了仁族领地 那就留下来吧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银大哥 我来 这妖族可是磨练的好靶子 我不打小孩 打个锅再说 还以为多厉害呢 还不是被我的清廉之力吞噬得干净了 你这个靶子 看起来也不精打呀 我的雷霆之力 可不是那么好吞噬的 什么 让小孩子替你出手 不觉得有事风度吗 有我在 我自不会让他出事 只是没想到 我这小小的物资 竟然出动了你这等大人 你认识我 敢只身闯入人族腹地 且擅长雷电操控之力的 恐怕只有赢祸帝尊手下的第一大将 百里霸天了 总算遇到更聪明了 好强的维亚 我只在真正的帝尊身上见到过 既然认识我百里霸天 只要你交出物资 我就大方饶你一命 如果我说不能 有勇气 不过既然我来了 可不会空手而归 你向旁观学习 不错 学习一下 如何摆得彻底 你 我能用之前在妖族出过的招式呢 不然被他认出来 就麻烦了 怎么不用剑气了 认输了 你先打赢我再说 好 本体和他的修为差距还是太大了 再不离开 我们的行踪恐怕会暴露 走吧 有百里霸天帮我们出手 省去了不少事 万一柳云他侥幸活了下来 那五大家族的人 也不会放过来 哼 你还武冲天吗 没必要为了这批武姿 命吧 作为人族一员 总要尽一些力量 这种啊 恐怕只有傻子才信 你深入人族腹地 不还是为了妖族 哼 说得也是 看在你这份勇气和大意上 我会让你死得体面 为你杰剑 现在你孤身意识 可没有人能救你 哦 你不会真的以为 就我们这点人来护送物资 我来了 百里八天 好久不见 不知道这次有游宰大将在 你还能不能走掉 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